第十九屆卓越新闻奖在今天下午进行了颁奖典礼 华视新闻部两项作品入围 包括了华视晚间新闻和华视新闻杂志双双入围 今年的报名件数将近七百件 竞争相当激烈 被誉为新闻界三大新闻奖之一的卓越新闻奖 二四号下午进行颁奖典礼 今年的特殊贡献奖由资深媒体人王健壮先生获得 我始终是一个老派记者 免利后辈记取老派价值 而华视晚间新闻也入围每日报导奖 华视新闻杂志以莫拉克十年您过得好吗 入围深度报导奖 那莫拉克十年那一届 其实在评审的讨论非常激烈 就是说但是后来就是评审投票决定 就是差一点就遗珠非常可惜 但是评审们都非常肯定这件作品 做得非常好 虽然没有获奖 但进入新闻界秋收时节 华视新闻两项作品入围 成绩有目共睹 因为我们又要追求速度的同时 我们又要兼顾深度跟广度 我们关怀在地 我们也放眼国际 所以我们在每一节的新闻里面 其实我们有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 我们就有当天最重要的时事新闻 然后我们有各种的角度的切面 带观众从更多元的方向来思考 同为公广集团的公示 今年也以荒日下烟消四起继香港理工大学抗争 获颁及时新闻奖 另外见不得光系列报导也获颁深度报导奖 今年的卓越新闻奖迈入第十九届 随着网络媒体崛起 基金会也新增新闻叙事创新奖 新闻节目奖等等新奖项 报名件数达到六百九十七件为历年最多 竞争激烈也鼓励华市新闻团队 未来更努力制播优质的新闻节目 华市新闻晚上张震杰台北参伙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